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性而言自有害的东西就是怨恨和内疚 前者让我们把恶毒的能量对准他人 后者则是调转枪口 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对准了自身 想要过得自在洒脱 就请学会放下 放下错误的人和事 不怨恨于人 不内疚于己 凡是喜悦 心便自在 长相年轻是因为心宽 关于怨恨 胡适先生的一句话解读得很到位 世间最可厌恶的是 莫如一张生气的脸 世间最下流的是 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 这比打骂还难受 怨恨更是一把双刃剑 伤人更伤己 即使再貌美如花的人 也会因怨恨变得面目猙獰 让人避之不及 电影《无问西东》里 就讲了这样一个悲剧 刘淑芬年轻时 与许波长相识相恋 私定终身 为了爱情 刘淑芬便靠一己之力 供许波长读完了大学 但许波长大学毕业后 却反悔了 她不想和刘淑芬结婚 奈何刘淑芬以死相逼 两人还是结了婚 果不其然 勉强的婚姻糟糕透顶 婚后 刘淑芬无法接受 许波长不爱自己 经常对她恶语相加 动辄拳脚相加 许波长自然也无法接受 这样一个无理取闹的女人 于是她用冷暴力 回应妻子的怨恨 两人分床睡 连吃饭的碗和喝水的杯子 都各用各的 丈夫越对她冷漠 刘淑芬的恨意就越浓烈 她的世界也就变得大雨倾盆 而银瓶上的她 总是眉头紧锁 看起来也格外面目可憎 故事的最终 刘淑芬含恨投尽自杀 人心多便缘分一散 不负一时很容易 不负此生却很难 只可惜刘淑芬用怨恨 把自己困在心牢里 不仅没有挽回旧爱 反而郁郁寡欢地过了半生 最终还赔上了宝贵的性命 一念地狱 一念天堂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 或是萧小之人 或是无耻之徒 亦或是不该爱的人 与人美丽的容貌 无外乎有颗风吟宽阔的内心 不与傻瓜争对错 不和小人有纠葛 放下错的感情 错的人才能过好此生 余生很贵 千万别用别人的过错 惩罚自己 精神愉悦是因为心大 一产小和尚里 有一段很走心的话 在清水中放一颗糖 不会太甜 但放一勺醋 就会很酸 捡到钱 不会太高兴 丢了钱 却懊恼不堪 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 高兴一年 却可能因为一个创伤 郁郁终生 人总是会轻易忘记快乐 放大不幸 总是对正确的事情 视而不见 对自己所犯的错误 耿耿于怀 总是看不到自己的进步 却羞愧于自己做不到的事 所有的人都忘了 凡事想开便是晴天 活着快乐 才是生活的第一要义 讲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次 罗斯福家中失窃 损失惨重 朋友猜测 他一定此刻苦闷 于是写信安慰他 不久罗斯福回信了 不仅没有抱怨此事 反而满怀感激地说 第一 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 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 第二 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 而不是全部 第三 最值得庆幸的是 做贼的是他 而不是我 不愿怼他人 不愉快的事情 就会随风而散 不苛责自己 降低幸福的底线 一心向阳 才能活成一束光 很喜欢 钱中书先生的一句话 洗一个澡 看一朵花 吃一顿饭 假使你觉得快活 并非全因为 早洗得干净 花开得好 或者菜和你的口味 主要因为 你心上没有挂碍 生活总要积蓄 人也总要往前走 事事无常 不要把意外归咎于己 人无完人 不要妄自菲薄 很多事去一旦发生 变异成事实 那就学着接受它 放大你的格局 欲是不苛求 不责备 不纠缠 学会情绪上的断舍力 不以物喜 不以脊悲 才能活得畅快 不念过去 不为将来 方能收获内心的宁静 放下成全别人 放过自己 我隔壁住着个大姐 个性随和 身心年轻态 充满正能量 所以和邻里的关系 处得很好 平时闲来无事 我也会和她 闲扯一二 在聊天中才知道 半生已过 她的人生 也算得上是经历风雨 年少不顾一切的 绝爱去拼 人到中年 却遭遇家到中落 日子越往后 哪里料想到 竟然遇上的是 无良的伴侣 日常生活中 对她渐渐没有了 好脸色 并且大部分的家当 也都被她亏空败坏 甚至中间 还不能免俗地 定解性欢 既然日子都这样了 索性分手 一别两宽 她说自己 也不知道 怎么就熬过了 后来的争吵 离婚搬家 但每当心里堵得慌的时候 她就去游泳 她反反复复吞气吐气 想将堵在胸口的一股气 一点一滴掏空 虽然常累到精疲力竭 但身体好了 精神也在慢慢恢复 她也反反复复地对自己说 这一生不长 别为难自己 有些人之所以会走 本来就是因为不适合 那就干脆点撒手 有些痛苦既然已经存在 做不到原谅 也要努力 不让那种怨恨 伤害到自己 日子久了 你会明白 所谓的放不下 不过是拿别人的错误 反复蹉跎自己的时光 是最不值当的事了 所以请善待自己 对外不怨恨 对内不自责 放下即是成全别人 更是放过自己 幸福源于放下 放下即是成全别人 更是放过自己 幸福源于放下 有个著名的 菲斯汀格法则 生活中的10% 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 则由你对所发生事情 如何反应来决定 举个简单的例子 早上孩子弄丢了钱 你责备了他 他也为此不愉快 考试成绩不理想 晚上你又责备了他 并把烦躁的情绪 传递给丈夫 与丈夫发生争执 回过头来看 这一天的不愉快 起因不过是因为 儿子丢钱这件小事 但更大的灾难源头 是你的反应 他把无关紧要的事情 变得更糟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 决定了你生活的温度 你若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就可能错过 下一秒的美妙际遇 你若把心变得简单 不为难自己 生活也会变得 更趣味盎然 所以凡事都有两面 不妨换一种角度思考 坏事也会变成好事 生死之外再无大事 不为往事扰 余生只愿笑 愿你学着心宽 学会放下 此生只为值得的人 值得的事情 以平常心 风雨兼程 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那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想听到我的更多节目 也可以关注到 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枕边经典 我是应由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